青海省黄河谷地的萨拉族是一个少小民族,仅有10万人,他们是伊斯兰教传播中最东的皈依者之一。 除了没有文字的语言,一种土、木、石、一体编篱笆组合成的特有民居,篱笆楼也成为研究萨拉族的宝贵资料。 在清水乡孟达大庄村,这里原有100多座篱笆楼,目前仅存14处。 今年65岁的马基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萨拉族篱笆楼营造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马基明家是一个露天小院,越南侧就是家中世代流传下来的篱笆楼。 篱笆木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设卧室、客房等,楼底房间为仓库、处卷等。 篱笆木楼的楼体框架均由木质良好的松露构成,墙体用杂木枝条编织,两面抹以草泥,墙体中间为空。 房子的门窗和柱子大多雕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 马基明家的黎巴楼是当地仅剩的南北走向的古黎巴楼,大约有500年历史,住过七八代人。 原末,萨拉族先民从中亚迁移至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萨拉族向周围民族同胞学习记忆,利用当地土木材料修建了黎巴楼。 由于萨拉人与周边藏、汉、回土等民族交往,黎巴楼也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风格,成为青藏高原上难得的萨拉族历史文化象征。 然而,八十年代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的建筑形式和建材的不断出现,各个村庄兴起了拆旧建新的风潮。 加上自然毁坏,黎巴楼建筑曾一度濒临绝迹。 2007年,黎巴木楼被列入青海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地政府将一部分古黎巴楼纳入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之中,国家还将一处清代建筑的萨拉族古民居楼搬迁至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实行复修保护。 修复的两座明星黎巴楼结合了萨拉族民俗展览馆、街子清真大寺等景点与议题,其独特的民俗风景和宗教文化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 在目前传承人寥寥不及,现代文化冲击不断的现状下,古黎巴楼保护仍然任重而道远。